哇 超久沒有在我的主頻道上撲克影片 原因是艾倫哥哥創了一個全新的艾倫撲克 艾倫Poker撲克頻道 那這邊現在已經有差不多20到30支撲克影片了 如果你是撲克迷的朋友 然後你還不知道這個消息的話 歡迎去那個頻道訂閱觀看一下 那今天一樣打的是粉絲切磋局 大小盲是20 40 80 然後呢 80塊的錢注 然後有時候後面抓位的人非常瘋狂 有一把牌我們甚至抓到了1280 那各位就跟我們去看一下 看看我們今天粉絲局表現得怎麼樣吧 今天一上桌統一的所有玩家最低買入是1萬 那今天是10人桌喔 所以相對的大家應該會打得稍微緊一點 馬上第一副牌前面的人全部都棄牌到 我在裝位的位置看牌拿到了K4不同花 直接做了一個加注加注到300塊 小盲大盲統神都選擇了蓋牌 到抓位的玩家 抓位的玩家是一位美女 看了一下牌以後呢本來要蓋 但是呢全部人都在拱她說 於是他就心不甘情不厭的丟了300塊錢進來 可以就蓋牌好了嗎 我只想要直接收帕你知道嗎 翻牌呢來了4、5、6兩個紅心 這個時候抓位的美女選擇過牌 那我們這邊擊中了一對4 我自己是覺得當然要繼續的下注 去保護我們的手牌範圍嘛 我不想要給對手看一張免費的牌 外加這邊對手如果有任何7X或是3X的牌型 基本上也都會選擇跟注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拿到很多的價值 所以這邊中間有800我打了600出去喔 這個時候抓位的美女想了一下選擇跟注 轉牌掉了一張黑桃吧 這個時候單張陳孫免45678 美女繼續選擇過牌 那到我 我們這邊有一點點的開牌價值 但是這個面我覺得 非常有可能擊中她手中的範圍 所以我也不想要打了 我就想說那我們就直接攤牌吧 採取一個控制的策略 我會選擇過牌的回去 盒牌呢真的是越發越爛 盒牌掉了一張專快3 現在台面上有2的人有7的人 都是單張陳孫的面 這個時候抓位的美女自己跳出來 零打了1200 然後打我們 雖然全桌的人這個時候都說 她在偷她在偷 但是你們覺得 美女會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偷雞嗎 我覺得 通常長的美的人都很誠實 於是 白龍哥哥只能蓋牌啊 那我蓋牌以後呢 我也求她啊 求她說拜託給我們看一下啊 最後她心地非常好的亮出了一張2啊 對方有23456 他絕對有東西啊 我會不然你修 好你修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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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啦夠了 夠了 那輸給美女那一副牌之後呢 我之後又陸陸續續輸了兩三副牌吧 這個時候其實我有點上頭 外家桌上的人啊 蠻多人開始重新補碼了 所以這個時候軍碼差不多來到了1萬5跟2萬 那我自己當然也是選擇了繼續補碼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抽碼量 下一副牌開始的時候有1萬6左右 槍口的玩家他現在是加速到了300 我在他的左邊正下加 這邊呢如果我們選擇平跟的話 十人桌我跟你講後面絕對跟駐站更一整圈 所以呢我直接做了一個3D加速到1100 果不其然後面全部都棄牌 那回去到槍口的玩家他是選擇跟駐 所以我們兩個人單挑 翻牌呢來了245彩虹面 帶有一個黑桃 我們有買後門花的機會 外交我們還有卡順的機會 也擊中了一個中隊 這個面其實我覺得對我是非常的好 這個時候槍口選擇過牌 那中間這邊差不多底持有2500 在這邊選擇一個延續下注900 900 目的是因為這邊對手手中還是有很多的 AK、AQ、AJ 甚至一些A10的牌型 這邊有買卡順 對方可能都會選擇繼續跟駐一發的 那對方如果跟駐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些架子 只不過 對手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他在這邊呢加速到了2200 他加速到2200以後呢 我已經把他的手牌定位到 可能是8899、1010JJ這樣的牌型 那我們這邊有卡順 中了中隊 外加還有買後門花的機會 又有位子 面對這個加速有點小 當然不可能會蓋牌 繼續的跟注 看他轉牌怎麼打 轉牌掉了一張不是黑桃的8 對我們沒有幫助 但這個時候他放慢腳步了 他選擇過牌到我們 那這邊我已經把他定位成 99、1010JJ的可能性比較高 如果我要贏的話 我就必須繼續的打 不然我們這邊也可以開始舉白起投降 對手是會有一些AK、AQ、AZ的牌型 那因為我們籌碼深度的關係 外加我有位置的優勢 我決定這邊繼續的打 如果被跟注下來的話 合牌我會繼續的捶 就是要演說 我有比他更大的對子 像是有QQ、TKA、A的牌型 那這邊中間有6900 我打了2000出去 專業的 不要注意他 對方這個時候沉思了一下 最後他是選擇蓋牌 輸了 最後他是說他是蓋掉了超隊 我覺得這邊蓋掉超隊的話 可能就是蓋了一些99、1010吧 也有可能對手手中是AK、AQ、AZ啦 他只是想要腐爛我們而已 91010 小U就先推了 小大U 這樣會輸 那贏下那部牌以後 我們的馬量成功回到了20000 現在是持平的狀態 那下一部牌開始的時候 我在抓位抓到了80 我的下家抓到了160 後面的人全部都棄牌到中位的玩家 他後手只剩下2200塊的籌碼 他這個時候沒有看牌 就選擇推了ALL IN 我這時候覺得他真的是 讚讚的 超級猛 那在面對一個沒有看牌 就選擇推ALL IN的時候 後面所有人 還都直接選擇蓋牌 我不懂 你在蓋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 我在第一抓位看牌 我竟然有兩張紅色的K 我有KK啊 大到天 那我這個時候有兩個選擇 第一是選擇直接推ALL IN隔離 或者是第二 直接選擇平燈就好了 我們去埋伏我左邊第二抓位 抓到160的玩家 欸 完了 拍下皮球 拍下男主唱 拍下男主唱 所以沒有錯 我最後選擇平衡2200塊 只是不幸的 第二抓位玩家選擇蓋牌 那我們翻開我們的KK 對手翻開37 他說到做到 他是果真沒看牌啊 一次 翻牌呢 來了AA9 兩個磚塊 對他完全沒有幫助 轉牌掉了一張黑桃2 他這個時候已經0%了 合牌呢 掉的磚塊是 我們就不好意思的 收下了這個底池 這個時候我們籌碼量的 聊到了22000左右 又過了1000 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打嗨了 這把牌開始的時候 大小毛是20 40 80 被抓到了160 然後呢 我在正下家 這個時候我可以抓到320 我想了一下 好吧 粉絲切桌局沒有在怕的 跟之前的第一集一樣 我們就抓到320 沒有想到 下家的豐魚 直接抓到了640 然後我更沒有想到 他的下家做的是桶神 整桌不會有人比桶神還瘋了 我先就抓到了1280 而且他最短 他最適合1280 很好啊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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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趕快 這把牌桶神開始的時候 他就只有8500到9000的籌碼 他在這邊抓到了1280 我也只能說真的是猛 那也就是說 這把牌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7個人都放了錢進來 如果加上裝位的潛注 就是8個人 太狂了 那桶神下家的美女 是選擇蓋牌以後 到裝錢的玩家 他是唯一沒有放錢的 他在這邊加多少3千塊 後面全部都棄牌到桶神 桶神看了一下牌後 他有KJ不同花 那他竟然開始籌碼 只有8500到9000 他已經放了1280進去 你們都知道 桶神是個性 這邊就是要推了吧 桶神又很帥氣的 把所有的錢都推了出去 這個時候到裝錢的玩家 他陷入了沉思 那對手如果有在想的話 我覺得KJ必然是在領先的 還算 還會算就代表你有機會 那想了一下以後 他應該是覺得自己已經套匙了 不是要選擇跟著 最後他是翻開他有Q9 不同花 翻牌直接掉了K53 兩個磚塊 桶神擊中了頂對 對手只剩下買後門花 後門順的機會 轉牌又掉了一張梅花K 這個時候對方已經0% 也是發死的概念 合牌掉了一張無關緊要的黑桃酒 桶神就這樣直接從9000的籌碼 Double Up來到了18000 哇你可以夠 還可以8000 影片還沒有結束 如果你是新手 然後覺得線下撲克練手太慢 不妨參考今天的贊助商 Not Stop Not Stop是一款區塊鏈 GameFi的項目 跟傳統的線上撲克App 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一款Play to Earn 邊玩邊賺的遊戲 現在我主動就表演 怎麼墜碼給大家看 那這個湊於VPiP73% 我們這邊A4黑桃 當然做個3B 直接加到1塊6 沒有想到大芒竟然冷跟 然後槍口也跟住了 翻牌直接炸到天 10JQ兩個黑桃 我們手裡有QQJJ AK 完全就是範圍的優勢 外加還有位置 當然繼續的垂啊 沒有想到大芒頭鐵繼續的跟住 反拍掉一張疊牌時 他繼續的過牌 那我們繼續的演 繼續的錘 他繼續的跟住 而拍掉一張A 這個時候牌面單張沉順 那我這邊繼續的演 來個極限操作 演Full House 如果對方有10Q 在這邊都是要想一下的 於是我直接全推All In 沒有想到 對手秒扣 正直 各位我跟你說 跟與打 真的就不要去操作他們 因為他們看不懂 你知道嗎 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如果各位要打的話 尤其在這種低級別 真的 只要打自己的手牌 打緊一點 應該都是可以贏的啦 那這些小魚兒 會在上面待多久呢 我就不知道了 請各位自己把握機會喔 那回歸正傳 因為這個平台 畢竟是一個GameFi遊戲 如果你擁有他們NFT的話 你在打牌的時候 你都可以獲得額外的返用 然後如果你持有Nuts這個代幣的話 當你在線上打牌 被抽水的時候 也會拿到一定的折扣 就有點像是你在幣安上面做交易 然後你持有B&B的概念 然後畢竟是主打Play to Earn 邊玩邊賺的撲克遊戲喔 各位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得到經驗值呢 其實就跟一般的GameFi很像 如果你每天登入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經驗值 然後當你玩了一些手牌的時候 只要在社群媒體上面分享 也可以拿到一些經驗值喔 那其他比較困難的話 可能就是直壓他們的代幣 或者是多在撲克牌件裡面 進行遊戲之類等等等等 那各位如果對這個GameFi 在德州撲克平台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去他們的Discord進行更多的了解 我會把他們Discord的連結放在下面資料欄裡面 然後白皮書的連結我也會一併貼上 各位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馬上的下一部牌 我們回歸到了20 40 80 我在抓位 後面全部都棄牌到裝位一位偏頸的玩家 他在這邊選擇加多了300 小忙大忙蓋牌 我在抓位看牌拿到了A4梅花 這邊正常來講其實可以選擇做一個3B 但是因為裝位的玩家偏頸 所以我想說那我們這邊停登就好了 跟住以後翻牌來了4 6 7 1個梅花 我們集中了抵對 外加還有買後門花的機會 其實這個面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那我們一樣優先的選擇過牌 裝位的玩家想了一下延續下注了300 300 他回來到我們 我在這邊集中了抵對 我當然哪裡也不會去 所以我也繼續的跟住 轉牌掉了一張梅花K這個時候 我們有買後門花的機會 我們非常的開心 我們繼續的過牌 對手這邊沉思了一會也過牌回來 合牌這個時候非常屌的 掉了一張梅花5 這個面變成4 5 6 7 單張沉順的面 然後我們集中了堅果花 我這個時候想 我們要怎麼樣打才可以吸到最高的價值 要怎麼樣打才可以打得像我們沒有牌 我們可以選擇過牌 如果對方下注的話 我們就過牌加注他 但是我們過牌加注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我們蠻明顯 我們一定是有非常強的牌型 然後這個時候底次也只有1200塊 就算對手打 他也打不到太多的錢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決定下一個最低柱 讓我們自己看起來呢 我們這個是一個阻擋柱 於是我有打了100塊錢出去 當我打100塊錢出去的時候 整座人都在笑 因為他們就覺得 我這個是一個阻擋柱 什麼阻擋柱啊 什麼意思 沒錯 裝衛的玩家似乎也這麼覺得 他想了一下以後呢 決定加注到2000 我這個時候非常爽啊 我心裡想說哇靠 可不可以一次就好了 拜託你手中有張8 或者是拜託你手中有種花 我就準備吸你整組欸 那我想了一下以後呢 我決定再加注 加注到6000 真的欸 齁齁齁齁 這是不幸的 這次他很快的就棄牌了 哇 那這個時候我們籌碼量來到了22000 一切都是非常的好啊 我們開始水上了 下一個牌開始的時候 大小毛一樣還是240 80 槍口的玩家選擇加注到200 我在專位看牌拿到了AA 那我們這邊正常來講 決定是要做一個3B的 去抽更大的價值 但是 我的下下加注的是統神啊 這個時候我想說 如果我們平跟的話 以統神愛吉亞的個性來講 他應該會準備操作一波 所以我想說好 我們這邊AA就慢打好了 沒有想到 跟注以後 小毛選擇跟注 大毛統神也跟注的進來 所以我們變成一個多人彩詞 4個人一起看個翻牌 翻牌呢 還好掉了隊友非常有利 來了A J9彩虹面 雖然說對我們有利 但是我們手中呢 已經拿掉了所有的L 所以對手要有A的機率也不高 這個時候 小毛大毛繼續的過牌 然後槍口的玩家 竟然自己跳出來延續下注了400 那我在大毛的位置 我覺得我這邊直接加注的話 我的牌型真的是太強了 大概由於來講 都會把人家給打跑 除非對手有一些10Q的組合 或者是也有AX的牌型 那我想了一下 跟注可能還是最好的選擇 畢竟我們有位置的優勢 那跟注以後呢 小毛大毛都選擇了蓋牌 所以我們兩個人單挑 轉牌掉了一張磚塊6 這個時候還是彩虹面 也是沒有買花的機會 這個時候槍口的玩家 慢了下來選擇過牌 中間這個時候應該有接近2200左右 我想了一下 我們勢必要繼續的下注 要不要踩屍大的大盒牌 才可以拿到更大的價值 所以我就下注了600出去 槍口的玩家沒有想很久 有右拳的跟注 那跟注的時候 我覺得對手這邊呢 可能就三種牌型 第一種是AX 第二種有很多的JX的組合 第三種可能就是10Q的牌型 盒牌呢掉了一張J 這個時候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對手手中組合 大概以來講 要嘛是10Q 要嘛就是JX 那如果有JX的話 哇 這張盒牌 他可能會支付我們很多錢 但是不幸的 對手這邊自己沒有跳出來打 他是選擇了過牌給我 這張中間這邊底詞應該是接近3000左右 我想了一下 決定下注2000次 好像捏上YT了 對手是秒跟 他秒跟的時候 我想說 幹 打掃了 他一定是JX 應該可能打個超池 他都會跟住的 沒有想到對手手中是個AX的牌型 扣了 秒扣 秒扣了 可以快來 出入 啊 哇 好笑 天啊 天啊 真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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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下負寫 拍下負寫 不要 拍下負寫 不要 扣手藝術啊 對 這秒扣什麼啊 不要扣手藝術 扣牌 扣牌 贏下那部牌以後呢 我們籌碼量來到了2500左右 下一部牌也是一樣被抓到了160 我們在槍口看牌拿到了90磚塊 這邊做了一個常規的加注 加注到了440 雙位的玩家選擇跟注 還有抓到160的玩家也選擇了跟注 所以我們三個人一起看個翻牌 翻牌又來了4J8兩個磚塊 我們的牌簡直大到天 我們有買花又有買順的機會 這個時候抓位的玩家選擇過牌 那我們的牌型這麼強勢必要延續下注 於是我就打了480塊出去 480 沒有想到 裝位跟抓位的玩家最後都選擇了蓋牌 OK啊 下一部牌又是抓到了160 前面的人全部都棄牌 我在裝位看牌拿到了18不同花 這邊直接做了一個加注 加注到了520 小忙大忙抓位都棄牌 只有抓到160的玩家選擇跟注 所以我們兩個人單挑一起看一個翻牌 翻牌呢來了578 全部都是梅花 那我們手中帶了一張梅花 使用擊中的頂隊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抓位的玩家選擇過牌 給我在這邊延續下注 繼續的想要去拿一些價值 所以我打了520出去 所以我們又想很久就選擇了跟注 轉牌掉了一張不是梅花的4 這個時候又是單張沉順的面 我的天啊 頭真的有點痛 如果對方有6X的牌型 現在對方擊中了順子 這個時候對方再度選擇過牌 然後到我們 我在這邊想了一下 我覺得說 我們手中的牌型 也是有一定的開牌價值 外加我們還有買花的機會 我在這邊就決定空此 也選擇過牌回去 合牌呢掉了一張不是梅花的K 這個時候對手繼續的過牌 那我在這邊也繼續的過牌回去 我想說我們的八一隊 大概率來講是贏了 因為我們轉牌跟合牌都沒有打 沒有想到對方擊中了合牌 他是翻開一個case 就把這個彩詞從我們手中給偷了回去 很極耶 幹幹嘛掉K啊 很極耶 那輸了那部牌以後呢 籌碼量往下掉了一點 回到了22000 下一部牌呢 我自己抓到了160塊 後面全部都棄牌到小忙的玩家 小忙的玩家看了一下牌後 決定加組到700 大忙抓位都選擇蓋牌 然後我看了一下牌 哇靠在第二抓位竟然拿到了AK不同花啊 那這邊有位子 排用那麼強 當然要做一個3B 去拿更多的價值 於是加到了2000 沒有想到回到對手 對手後手這邊差不多有12000的抽碼 他直接 他秒推OIN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只能扣 我當然是一個秒跟啊 我們頂尖範圍手拿AK 阻擋了對方AAKK 秒扣 哇 哇 秒扣 3.4了哥哥 欸 這臉啊 沒有那麼好 扣了以後 到對方這個時候說完蛋了完蛋了 我心想說幹我們鐵令領先 我翻開AK 沒有想到 對